長安 可以嗎? 先過繼續開會 最方便開會 還有你們要發言 大會報告 民政業務部門執行 現在開會開始 我們現在的順序 輪到林議員五中 這個執行 請林議員五中 發言 主席 民政部門 大家午早 我今天要講的 那個編帳處不尊重往生者 也不是說不尊重往生者 你要知道 人家貴翁 你版那個典語一般都不懂比較多 其實處長你來多久 處長你來多久 來處理 我一來二月二三來 來差不多兩個多歲 所以請這個 所以我沒有跟你學習 我今天說這個不是針對你 好不好 你很認真 你很想有作為 我知道 所以本期跟你反映停車場的問題 人家我同仁也講停車場的問題 你馬上就處理了 非常好 我表示跟你加許 好不好 但是喔 有賣的地方 也是要拿出來討論 OK 來 你看 好 這個往生者 為那個 你的 你的 技官 那個大樓 如果 警官大樓 這個處長 那些都比較比較善價的 他們的家屬都比較無力負擔 龐大的上賬費用 選擇在庭官室裡面 辦理簡單的告別式 但是 殯葬處 卻不尊重往生者 往生者的姓名 都很簡單 用青菜抓 青菜名 青菜嚇嚇 還會嚇得不對 類似這些 另外你的 技官室裡面 像往生者 你們用一條抓 兩個大 我感覺 比較醜陋 我本身 我早上 處長 早上我要提的時候 我再去看一次 我再親親去看一次 我去問起來 這個 兵義館這個 冷凍室 冷凍大樓 翁先生在這裡 這都是 給兵葬管理所保的 你們就負責 這間環境 你收錢而已 收錢而已 一天多少 700 500 300 你們什麼事情就無關了 都交給什麼人 老屋 老屋公司 老屋公司給你用好用賣 你怎麼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 你們就知道 來 這個世界的聖林 你一天 你幾天 我就收幾天 就好 我都不用去 時間來我這裡 兵葬管理所來結束 所以啊 我覺得 這個很不尊重 往生者其中之一 第二 你們喔 像現在 用五百 這個就不要了 現在都採取科技化 電視網路 或是我們的 永治土 那個兵器管理 就把它 這種錢 開下去嘛 像這種 釣板 這個 三四十年的事情 這個地方看 都要釣到三十年了 都不是改變啊 來 我再看 你怎麼在釣這樣 現在什麼時候 你用牌子 你釣這個 這不是青草房上 你點灰子 晚上的牌子 輪到哪一位啊 這都要改 一般的 電視網的科技啊 這個不要再搞這個東西啦 這個太多了 你們那個 冷凍大樓 一樓啊 那個地方啊 包括二樓三樓啊 那拼喔 也太高了 所以喔你們 處長 你們那個 胡志投的 殯儀館 胡志投的 勇志投的 勇志投的 井井志投的 那個 你們都有下公務啊 做得很漂亮啊 現在就是這個 機關大樓啊 裡面是很障亂喔 您可能沒注意這塊啊 他也是一個 一個往生者的潛意啊 好來 市民護衛 市民租用 庭官司 一記面記大小收衛 都有 付費 為何殯償 就簡單用 這又不是你們殯償償呢 我才去問啊 都是殯償業者 你們不去把他規定 要做什麼做什麼 他們要怎麼做 要掛牌就掛牌 要怎麼就怎麼 那亂亂呢 特經也沒有一個 統一標準 你是殯償管理的處長 你要要求 殯償業者 做一個 這個 要做一個標準的模式 一定要這樣做 不能用伴侯儀 黑白大三 有的 這個就很亂啊 那其他的 我們的 胡字頭 勇字頭 井字頭 那個地方啊 那個地方 都有一定的標準 不會 比較沒有在五四三 黑白大 那如果機關大樓 大部政府的 你沒有派人去管 都外樓啊 不就是 給殯償業者 你募嘛 做一塊 我現在不會去培名 就是做一塊 一般人都沒有注意 所以我們的 這個費用啊 分夾以便 三七百 五百 三百 他也是有付費的 你們都去收房租而已 都 都 曾經民間 沒辦法出房間 這樣 你就知道要收租 好 那機關大樓呢 停的這個所謂標準 一千是五百塊 雖然比輸贏 在那裡比較便宜 我們說真的 但是說到丹尾 不能說移民正義 這種的東西 是有還有降價的空間 那我去想啦 因為這樣都難過人 怕說 會放在機關大樓的 兩百 都 家境沒有 生活空間 我每天去拜 我每天也去拜 那個沒有幾個錢 那時候還有什麼 又 沒有名字 無名字 無名字 所以我對我 我對這裡 你看這個屬於 你看 這看起來 人家就 不會往生者 下這三個 白的白的 用得很漂亮 其實這個 以後你可以定一個標準 來 你看 同樣一個牌子 人家往生者 都用打擾的 漂亮 这里的庙都很漂亮 起来看着就很舒服 这庙 你看泰国哪里 那庙我看已经眼睛没有整刷了 暖 来 再看 来 接着 你看人家的书院 都这样整顶好好摆得好好 你看人家都很整齐 在失联的 这九龙厅 人家摆着一摆 你看 一个看着很爽的感觉 所以 我们的连续劳务委外 这个我觉得有检讨的空间 一般的市民包括我议员 处长 劳公司穿一并站管理所里面 穿八星的一堆 你包括你局长也穿八星 但是局长那有什么 这局长是哪 人家有分辨啊 我希望说 你那个服装 我看 我的感觉 你如果去并观 没人把你说穿的服装什么意思 后面你把他这边葬葬厨啊 后面这 人也知道你葬葬厨的人 不然你穿的 现在 现在为他葬葬 人家在大小的时候 谁知道你是什么单位 老物 人家老物还比你好 人家外面有些 老物公司呢 你有时候我是这样给他建议 好不好 不然要找你服务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穿的三什么代表 什么意思 你知道 大家知道,我們的一年一百空年採購案得標,金額是個十百千萬三千兩百八十六萬 有沒有發揮那個藥,那個外貨不是說我給你標去,那你就不管了 要管你啊,你是租到這裡,要是不配合的話,後來就不要給你標了 你看我們的勞公司是逐聯增加,那個預算你看一二二二三一直增加 但是這個錢增加,那個品質會增加嗎? 如果說怕錢加,品質增加,我沒有意見 像議會啦,我們的趙紀元都說人很多啦 不是人多的問題,是這個效率問題 今天小孩說真的人多做得很好,人也無所挑剔啦 不是人多少的問題,是要讓我們的消費者有感覺 我覺得議會,進來,現有關香港,有禮貌 大家從警衛,進來問大家都議員好,問好,問好 人家有禮貌啊,有禮節啊,來這個地方有尊嚴啊 人家就是尚尊重而已嘛 好,來 來 機關室你拍公室齁齁,這個我真的幫TEck你搀幾間元而已 你看啊 這是我啦 Community Japan upstream is the right 我今天看的都不會過 我家裡來跟您說,這是,勞服公司添金的 你如果說什麼勞務公司 沒有幾個人說這勞務公司是什麼公司 他是在服務我們的殯葬業者三個地方三塊 三個地方 沒人知道你如果請這書說勞務公司 八卦看不見 我告訴你這個 你不要寫說我們殯葬管理處委外的勞務公司 你可以寫下去啊 以後做不好就是他們的問題 你殯葬管理處不必打這個借金嗎 我來 你看我 你現在給我兩個男生 處長 有進步 這都不知不覺的 狀況外 講話亂講 我問他 一問三不知 亂講話 我來 你看辦公桌 我看到這個我就知道說 這個已經很差了 辦公桌整個都陰了 亂七八糟 他說以前都這樣 這也能吃到補修的一隻 我師傅穿那個樓梯下 這個我不是刻意這樣檢查 我看不到 我看他裡面的內部 我就知道這間 這個 這個辦公室的怎麼樣就很清楚 整個就很差了 好 來 所以糖果餅乾都放整個 我們就再看 所以這個冷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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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就很亂 另外像這個東西 就沒有這個 紅 垃圾袋 整個 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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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裡 很多 有的 沒有的 包括這垃圾桶都很髒 它要拍戲 這個 這個雖然是個小東西 還要拍戲 還要拍戲 我真的會怕 暗民燒鳥 你也用更更 亮一點 這個地方本來 看起來就陰生生了 還配合你這裡 我真的陰生生 這 這個地方 會用更更 陰生生 也比較方便 你們那裡 都說 你外面那 我就沒話說 這個 我總結起來是什麼 管理不散 平常處 聯繫不足 將部分的勞 委外 希望能夠提供優質的服務 但 管理送界造成服務品質低落 平常處要研究官 讓委外聯繫做最有效的運用 還有 處長 我們在火花 我每次換處 都要交再一個 現在火花 都要跪了 六千八千吧 對 你要知道 有幾例免費的 有幾例拔費的 你知道吧 那個把他用那個電視牆 一直跑 你有出動說 看完這個視野 為我們的六例免費的 有沒有出動跟人家散掉 照說 我說延遍了都不改 以後 我們有六例 我們有十六例 還有金武地區還有六例 廣東加起來二十八例 有的是 完全免火花免費 有的是拔費 那是住在該里的居民 你哪發現 主動這個減免 但是我發覺 還是照收 你這就剩下的了 這本來就要給人減 你要主動給人減 你就住在這裡 我給你 沒有 我給你 我給你 你們都沒有 塞一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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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去看 政府的免疫完全消失 我講這 拿出來改進 我知道你有政府要做好 我也很期待 為民給我的工作做得好 還有五分鐘 民政部門 我們來探討一下 這三十年 這個局長 你看著 這是每一人都有關的 附政事務所 代辦護照 這不是說我們高雄市 一間人事事 我們一般出國都很清楚 我們第一次行政不動護照 必須本人 親自到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 中南東或雲家人辦事事辦理 或向全國任意副手辦理什麼 這個連別也確認 使得委任代理人辦理護照 現在就是這樣 勞命傷財 來我們看一下 新青銀必須抽空親自辦理 如乎親自辦理 必須先到副政 辦理連別市政 身份證明 在花錢違請旅行社後代辦申請 不但會時且讓會時金錢 現在目前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 南台北市在103年就死 這個是非常好的政策 可以辯民 而且可以省很多錢 103年4月1日到 新北市首創附證代辦 你看 附證代辦有護照 只要 首次申請護照 至任何一個附證書所辦理 這個 這個確認 連別確認 極可向該 副首提出 代委申辦護照 服務 只收起護照 不收 任何代辦 會 這三個都選幾百 選幾千 你看 這個政策 附證書 人家台北 還有金門 都在實施 那個很棒 那高雄錢 實施 還是 非常棒 這是我拿出來給你做建議 好的東西 105年1月20號 開始辦理 護照 民眾無需到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送件 避免再土噴波 落實單一窗口 扣到未免服務效應 政府施政就是要佩民 你給我記這幾個 怎麼佩民 怎麼照顧百姓 佩生跟他有味的政府 104年高雄市民在戶政辦理 連別確認 業務有三萬 這是有來辦的 大家如果走去外交部 或是一些 別中人 人家人的辦公室 這是有來辦的 如果戶政能戴辦護照 市民不需在委外辦理 一件代辦會可以省下三百元 最少 附政就幫連民 省下多少 上千萬 這個局長 這個附政 附政革新 這個就非常便敏 而且又省錢 而且效率又好 所以連民的感受怎麼樣 強烈 因為辦理護照是 與市民生活協議相過的業務 如果 能夠在附政就可以一次辦理 而且節省荷包 讓市民感受到市府的效率 與辯解 對市民是相當 有感 這真的有感 我建議局長 你可以啊 在我們的民教育節 你示範看看 在南區 北區 以前的高雄市 以前的高雄市 然後在高雄縣 再選一個附政 三個去 三個附廁所 你去參照 新北市跟金免 他們是怎麼做 然後我們市辦案 我跟你說 大家就跟你打破 懷念你掌哪錢 你局長可以做 所以高雄市可以比照 新北市金免稅的做法 由附政代辦護照 全面辦理 可選擇幾個重點 像剛才 南北 高雄市南北 在高雄在議案 辦看看 好 讓大家辦護照 不用再套外套外套 要套外套外套 又套外套 又要套手術會 附政事務所就可以做 連這裡就做 這沒有人做 這有人做 好 建議 民政業務 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四個有為政府 應該市民有所感 希望民政部門 能評估代辦 復造業務 讓市民感受到事務的得正 不知道還有時間 我再說這個更快 等下主席 國安人文青 好 國安人文青 好 這個智慧城市 這個口號不要含假 這個是營稿會 營稿會主委 哪一位 營稿會主委 我認識一下 請坐 請坐 你注意聽 這建議 營稿會推動無線上網 此上談兵 目前是沒有作為 而且沒有作為 我這麼快一點 因為兩分鐘 免費集約會報告 你有約會報告 都把第一集辦免費無線網路 擴大本事網路範圍 列為本來的工作證 但是到目前都沒有作 本期也在一百零二年提出 這個意見 也是沒有作 三年過去了 研考會 研跌踏步 來看 國安局現況 並沒有一道無線上網服務 只被動配偶行政會推動 台灣免費無線網路建置 以各機關公眾場所 並沒有建置無線網路 在目前為止 只有中央政府在本市建立四百七三個點 四五才建立的樣 共七百零五點 你看別個縣市 別個縣市 你看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 台中 他們都有見過 他們的無線網路 高雄市沒有 高雄市沒有 他們的可以怎麼樣 你看他們早就在 一百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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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一年 我們高雄市到目前還在原點 好來 其他縣市在進步 高雄原地踏步 為了配合成為智慧城 除了原先配合中央的台灣外 五都陸續設置自己的無線上網網路 只有高雄市在原地踏步 來看一下 這張 一百零三年五月 黑金拉花市成為新北市 新台北無線網路的高雄漫遊 合作新夥伴只要申請新北市 免費的VY帳號 在沖繩市的五十多個 可以這個VY的黑金拉花 他們就可以 連日本的黑金拉花就可以 我們網路就可以跟他連線 高雄市 只有配合中央無線網路 偏向公務機關 設置熱點少 一些重要的景點 柏仔 展覽館 胡光山 大眾運輸 捷運等站 都沒有提供任何提供服務 所以 本市建議 應比照五個直轄市的做法 設置一套 高雄免費 無線上網 服務 設置在高雄市 各個重要景點交通群 以便民眾上網查閱 高雄相關部門 建議 高雄市 要邁向友善進步 智慧的城市 卻沒有提供市民輸出的 無線上網 建議 原考會 不要紙上紙上談兵 因為真正落實 一套服務系統 才是真正的便民 這原考會主委 等一下答悟一下 還有那個民政局 還有殯葬管理處 我希望我提出來 是大部分市民的心聲 我想也大部分區長都在那邊看 很多長官在這裡 提出來 是服務 大高雄276萬的百姓 連線在科技網路這麼進步 我們高雄市到目前都沒有 自我感覺良好 人家武都實施幾年了 那這樣都沒有啊 他們武都都可以連線的喔 就是高雄市沒有設置 沒有辦法連線 啊現在是什麼時代 科技的時代 資訊的時代 那我們資訊還在 還在 還在 還在岩部那踏步的話 這 關不中時代啦 啊 我以上的這三個問題齁 請 來出 院長政府處長 請答悟 欸 議員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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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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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林議員 對我們為市民代辦護照這項事情的關心 我想我們來了解 申伯市跟金門他們的做法是怎樣 因為我現在手臨所客戴的資料跟相關 是知道其實代辦這個護照 其實可能沒有我們最最簡單 所以其他關心也有發言 申伯跟其他關心 可能他們有遇到一些相關的困難 跟遇到一些問題 對 我來了解他們 因為如果正經就好 應該全國都大家更正 是 是 好 我們來了解一下 我們來了解一下 好 謝謝 林議員講的方向非常正確 尤其是小英政府 他現在宣誓把智慧城市當作重點政策 所以我來研考會之後 就把這東西當作要怎麼樣去克服 我來研究的資訊局局長 因為台北市有一個台北 這個無線網絡聯盟 就是剛才議員講的像沖縄那樣的 因為 包括在高雄市 我們民間的熱點 像 像全家啦 萊爾富啊 這些也有差不多兩千個熱點 如果能夠透過 因為他們的困難是他們每一個都有不同的 那個 Password 所以要進去很困難 如果可以透過一個Password進去以後 就可以通 那就好了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 台北市資訊局的 我們現在已經跟台北正在整合 要變成一個台灣無線網絡聯盟 如果這個完成了以後 從台灣從南到北 就可以無線都通了 沒有人在那邊 怎麼又說 好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好 感謝我們林武宗議員的質詢 我們接下來 輪到李柏毅議員 請發言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那 謝謝今天 市政府民政部門的同仁 在這邊 接受我們民政部門的議員們的質詢 呃 大家很辛苦 現在已經 時間已經是中午十二點了 抱歉 讓我們再繼續 這一個 這一個質詢 那 延續剛才林武宗議員的質詢 那 其實我也要跟 呃 我們研考會的 劉主委 還有 呃 可能研考會 我們負責這個資訊部門 呃 負責這個無線網路 的同仁們 齁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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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提醒一下 呃 最近有一個很大的民生新聞 就是各位的 呃 手機 無線上網 4G 吃到飽 可能在這個月 都要停止 那 吃到飽在這個月要停止 代表什麼 代表 我現在帶著手機 各位 我們現在帶著手機 這個無線上網的 這個功能 我們一定會把它打開了 那我把它打開以後 就是說 我其實我不用用到我自己手機4G的那個費率的時候 如果這一個環境 包括我們市議會 如果這個環境 它是有無線上網功能的 那 這個無線上網功能是友善的 呃 我們在很多咖啡店 或者是我們在很多這些公共場所 如果這個無線上網是 我直接點選可以進入 或者只要在 經過一個頁面可以進入 不用在 呃 什麼密碼 或者是加入什麼會員等等的 或者 那 手機裡面也都有一個功能 我今天來這邊 我登錄過了 那 我下個月再來 其實我不用再登錄 我的 那 這個無線的功能開著 它就登錄了 那 各位也都知道 那 說這個其實很多市民朋友也知道 那 我父母親出國 我也教他們這個功能 他們也都會用 他們回到飯店 他們就會讓我知道說 啊 我已經 我們已經安全在飯店了 那我們每天其實也都等這個 國外是非常友善的 那 國內 接下來可能 市民朋友在今年度就會開始 給我們打分數 就 就 成如剛剛林議員講的 我去到台北這個空間非常友善 這個無線網路的空間非常友善 那 來到高雄 欸 好像比較不友善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空間 我們有沒有什麼透過結盟 或者是合作的方式 來讓這一個無線上網的空間 更加的友善 不一定是我們要編很多錢 我們 台北市可以編一億 我們哪來的一億編啊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很多的方式 譬如說 如果中華電信必須要用到高雄市政府的地下阮線 地下管線的收費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收費標準 那 這個收費標準定在水利局 那 銀頭這邊能不能跟水利局這邊來談 目前他大概收了多少費用 說不定我們可以找到三銀 就是市政府 市民也贏 中華電信也贏 市政府也贏 三銀的方式 來處理這一個他的無線基地台 讓市民可以有更多無線上網的 友善的空間 那 我想 呃 現在是5月到今年12月很快就會有很多 呃 民眾會有這種需求 那 市政府的施政走在民眾的需求前面 這個市政府就會被鼓勵 就會被鼓掌 就會被拍手 那 不一定要花很多的經費 像剛才 呃 不好意思 剛剛趕過來 因為在市政府參加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就是 呃 呃 兒童安全座椅的計程車上路 呃 我們的交通法令是規定 你3歲 4歲以下的兒童你要做 呃 我們自己開車的話 要做安全座椅 那比較安全 如果碰到什麼狀況 其實我們一般的安全帶是沒有辦法給這個 這個兒童安全 那 透過這個兒童安全座椅 我們 呃 交通局很用心找了 呃 計程車業者 計程車業者也很用心去找了這個兒童安全座椅 其實 兒童安全座椅的廠商 他賺到了什麼 他賺到了今天的廣告的效益 他沒有花很多錢 他提供了幾張兒童安全座椅 給一個計程車隊 因為計程車隊 他也沒有增加車輛 他也沒有去要駕駛 去買這個兒童座椅 那這個兒童座椅 就在這個駕駛的車上 他可以拆 如果有人透過他們的平台 他們的APP 他們的無線計程車 無線電轎車 去的話 他們 多提供這一項服務 那 他們就提供給市民朋友這一項服務 很多媽媽們 他們很擔心 他們 出門 他們坐計程車 他們就有了一點保障 市政府有沒有花到錢 沒有 那我希望研考會可以思考 用這個方式 因為 說實在 我們要跟人家比一億的經費 預算 我們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 我們如果可以透過這些結盟的方式 這些合作的方式 相信 高雄市還是會有很多這些 友善的網路空間 因為接下來我的市局 我也沒有吃到飽的可以用 我到哪裡我都一定要找無線上網的空間 包含在議會 那我也很希望議會可以有 這個無線上網可以使用 這個其實我們去到國外 歐洲比較不方便 那日本非常方便 日本只要是一間餐廳 任何或者是商店什麼 幾乎都有 那其實台灣跟日本這種友好的關係 日本人來這邊 我想讓他們 或者台灣在這邊 你跟日本的這種服務來比較的話 我相信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提升 那也謝謝研考會這邊 你們都一直點頭 那我想今年度你們會來做努力 那剛剛有談到日本 那我接下來要跟秘書處這邊 做一下提醒 因為其實台灣的民間 我們跟日本的關係 一向是非常友好 尤其是我們地方政府之間 這幾年也常常有跟日本之間的這些交流 這些城市的交流 那有好幾個日本的城市 跟我們非常的友好 那當然這個過程 我們有遇到很尷尬的問題 遇到一些突發的事件 包括那些漁民的問題 那我想日本的朋友 他們也是一直在跟我們表達友善 那我們面對我們的漁民的問題 我們還是要表達我們的立場 但是 不影響友誼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繼續跟日本 這些保持這些友好的關係 那今年在 上個月在日本 在熊本 發生了這個大地震 市議會的同仁 大家也都願意來捐一點點所得 來給熊本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重建 那我也希望秘書處這邊 繼續保持跟我們日本幾個 友好城市的這些交流 那透過這些交流 讓台灣跟日本之間 民間的這些友誼 更加的穩固 那今天在場還有 還有人事處跟秘書處 各位主管的 包含市政府的整個架構 人事架構 那還有職工 還有 臨時人員 等等的這些 我們在前幾年都一直討論 怎麼樣 讓他瘦身 怎麼樣讓政府這個 可以 一直精簡 接下來林權 林權他當行政院長以後 我想不只地方政府 我們已經開始做了最少 六年 那林權中央政府 如果還要開始做 我相信 這個對我們葉處長來講 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盡量配合 因為 但是高雄市已經提早做六年了 這六年來 我們的成果 我們可能還是要先做準備 來因應 未來中央 他已經準備要開始做這個 人事精簡 然後政府瘦身的這個 這個 整個 整個施政 那 回到今天民政部門 剛剛跟幾個部門 先做一個 幾個這樣子的提醒 我想 就是 就是一個期待 那我也相信我們的同仁 都非常努力在做 那 法治局的話 其實 大家還是高度期待啦 我們的管線自治條例 那還有我們的環保 環保自治條例 都已經 都已經上路 那接下來就看執行的成果 那大家也在在在等這個結果 到底中油 到底其他這些石化公司的既有管線 未來怎樣 那我們還是 還是繼續來等 那 今天最重要的要跟我們民政部門的民政局 來做一些建議 那我的建議在 其實很多議員可能也都提過 那延續我剛剛跟研考會這邊的建議 其實就是 目前政府的這些經費預算 你說 要讓政府來編足這些錢 要讓政府單獨來做這個投資 或者是 政府單獨來做這個建設的話 其實都是很辛苦 那 我的選區 男子區 有非常高度需要的這個 禮活動中心 我給各位看一下我們男子區的圖 男子區 就在這個上面 這裡 這裡都是男子區 那你看到這一個很大塊的這三個地方 這個就叫園中港 園中港區 園中港裡面有三個里 中和中心跟藍田 這三個里加起來 人口超過 人口接近三萬 尤其是藍田的園中心 藍田里 藍田里最近很多的新蓋的大樓 所以 一年度大概人口增加五千人 還用這個速度還在增加 那 第二個 就是這一個 青峰里 青峰里這裡 以前都是台塘的一些土地 所以目前也不斷的釋出 開始有一些大樓 還有新進的人口移路 那所以目前這個藍田中和中心 那加上這個青峰里 兩個地區人口加起來 可能接近男子區的一半 但是沒有活動中心 沒有里活動中心 那 里活動中心 我們自私的去要一個里的活動中心 其實 說實在我也不斷給你爭取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爭取 因為市政府在財政還是很困難的情況下 你說要單獨蓋一個里的活動中心 確實 確實是很困難 所以 我們必須換一個思考 我們必須要換成 有很多的需求 包含 長照 那包含 老人活動中心 那包含 甚至圖書館 那包含 一些拖鷹的地方 可以結合在一起 然後 可能我們 要用很簡易的這種建築 比如說 以往的活動中心 我們當然希望很多 看到很多有錢的活動中心 蓋很高 我們可能不一定需要蓋那麼高 但是我們可能需要 可能一兩層樓的建築 那裡面有涵蓋很多的功能 那最好 這個活動中心 它可以 它可以 涵蓋 它可以結合民間的這些資源 或者是結合其他局處 結合其他 部會的這個資源 一起來蓋 就像今天我們主席 我們黃主席這邊 他的選區裡面 他碰到一件大事情 他的選區碰到這個 經發局的核發工業園區 正在裡面蓋 那經發局核發工業園區 所以它裡面的這一個管理中心 這個管理中心 是不是可以結合這個理 結合我們大聊這個理 來看可以有怎麼樣的合作 我想市政府都可以開放的做這些討論 那我知道這個主席也在這一方面做很多的爭取 就是這一方面的合作型的這個活動中心 我想會是未來我們如果可能要達成某一個活動中心 會比較可行的方向 那前藍田裡這邊 中山高中這邊 學校這邊是有一點經費 那旁邊也有室友的土地 那可以怎麼樣合作 這個我覺得可能在未來跟局長 想再做這一方面更深入的討論 因為未來剩下兩年半 那一個活動中心的蓋層 你沒啟動好 差不多 現在開始動作差不多 那還有其實民政部門大家 民政部門的爐主 大家最喜歡問的 那今天博弈還是要提出來問的 也就是我們殯葬處 那殯葬處 謝數長過去也在民政部門 那過去也是詢問度非常高 你從1999 那轉到現在殯葬處 其實殯葬處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 包括 我們 我們去梁兄的時候 在路上走 會不會碰到這些車隊 或者是你殯葬處後面的這個整個 複點金公墓的遷移的這個時程 在民政部門已經討論了 不只每一個議員都有意見 都希望殯葬處這邊可以提早 但是怎麼提早 一樣 你市政府怎麼樣提早 我一個工程五年 要縮成四年 要縮成三年 代表 五年要花的錢 必須要在三年裡面花完 代表 變每年的錢要花多了 那錢要從哪裡來 你還是得從市政府其他的 可以把這些錢伸出來的這種部門找出來 那到底有什麼方法 地震局有沒有找你開會 地震局有沒有要幫我們忙 我想這個我們如果不提出來 等到我們真的時間來不及了 你未來又跟議會難交代了 我剛剛看到我們前處長 政區長也坐在旁邊你偷笑 但是 現在還是要請 未來還是要請先處長來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 等一下還是要請你來回應 那主席我等一下 就請我們先處長 那還有張局長 那還有劉主委分別來做這幾個議題的回應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李博議員 現在請他們回答 謝處長 好 來 謝處長 議員在這裡先報告 有關我們那個副鼎金從 那個七年變四年這個問題 其實在時程上我們還是可以做得來 因為最主要我們是從那個 那你們的經費 你的經費是爭取得到嗎 那經費這一塊 因為給那個議員報告 這一塊其實是五團隊 大家是一體的 那我們不管是從地震基金 或者是那個環保 或者是從我們那個 研考會這邊的那個 先期作業預算這一邊 大家都非常的配合 所以這塊是比較沒有什麼問題的 最主要是我們有簡化這個整個簽帳的程序 所以我們可以 絕對有把握在一百零七年 可以全部給人家簽帳 以上 一百零七年可以全部給人家簽帳 對 絕對簽帳 那還有冰帳這些冰帳設施的這些動線 或者是停車的這些空間 我也希望你在冰帳處 因為我知道你工作的性格 繼續加油 謝謝你 謝謝議員 請張區長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對我們這個在南指 我們的活動中心 南田跟這個清風的活動中心的一個關心 那其實在之前在議員上一次質詢之後 其實我就有去振過幾個地點 那我們都有跟區長去進行會堪 去尋求可能性 那其實未來我們在整個興建的部分 或說可能性 我想也是照議員所提的 就是它是一個綜合福利服務中心的一個概念 那可能不是單一的 像過去的一個禮活動中心或是禮辦公室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結合老人婦女跟兒童 相關的這些福利服務照顧跟綜合措施 那也藉由這個部分 我們去籌作相關的一個財源 不過這個部分我們還會努力來尋找空間 然後再找一個適當的地點跟尋求 區長你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專長 你過去在社會局的時候 結合社會福利中心 那我想你能不能還有一個思考 就是說這個活動中心 你不一定完全是市政府的經費 你有沒有可能找民間來合作 我想這個可能都不排除那個的可能性 不過相關社會福利措施要做BOT的相關計畫 可能會有它一定的困難度 但是我想其實不一定是用BOT 或者是用相關的方式 我們未來可能可以結合相關的資源 像比如說他如果男子 他可能 因為現在公共服務 我也很期待說未來能夠尋求一個 一個自償性的一個概念 那因為一個自償性有的話 其實才能夠讓這個建物 能夠維持一個高使用 以及一個高效能來進行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使用一些創意來做思考 非常感謝張局長你請坐 其實就是我 張局長你就是來自民間的社福機構 那所以你的思考一定會比較活躍 那我也很期待你的思考可以落實在這個理活動中心 跟社會照顧上面 那也善用民間的資源 可以讓這個理活動中心 多功能的理活動中心 可以真的在高雄市 那其實男子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區 因為目前我們土地有 我們真的要跟市政府爭取這麼多的預算 我們也了解市政府可以大概給予多少預算 其他的我們還是期待民間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聽好了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手上目前有沒有哪一個理 或者是哪一個區的區長 來跟你回報說 某某理的什麼公園 他需要廁所 那公務局不蓋 為什麼 公務局很怕啊 因為你蓋完廁所之後 你這些維護清潔等等 我有多一個問題在這邊 那其實有很多這種空間 你很簡單啊 你比如說你招商給一個便利商店 這個便利商店裡面就是要有廁所 你不但有租金可以收入 你又不用花到錢 而且你的廁所也蓋好了 那如果我們未來的理活動中心 還是可以用這種思考的話 我相信 當然你要突破很多的法令 也要保障我們很多文官 那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完成的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廁所 當然活動中心複雜一點 這個可能 我們再跟局長一起來努力 那接下來我還是請 劉主委 謝謝 謝謝李議員 李議員剛剛講的 推動的方向呢 其實也是我們現在正在進行 我們現在 除了說在重要的觀光景點 我們會加設I台灣的 今年預計要增加200點 之外呢 我們希望能夠跟民間的網路資源合作 那這一點我們已經跟 事實上我們現在在六都裡面 除了新北市還沒加入之外 其他五都的研考會主委 那台北市是資訊局 已經成立了一個私底下的聯盟 我們要共同推動 台灣無線網路聯盟 那目標呢 就是這些 一個PASSWORD 一個密碼 可以從台灣從南到北 把所有的那個便利商店 或者是咖啡廳 裡面的這個WIFI都可以使用 那這個已經在進行 那不是沒有困難 但是我們會跟將來 因為要經過中華電信的認證 我們會跟將來的交通部呢 希望他們協助我們 去完成這樣的一個談判 來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就好 一分鐘就好 我剛剛有一個議題很重要 我剛剛沒有跟張局長談到 就是有關我們左營 背仔頭市場 可能金發局這邊準備要退場的事情 我不曉得民政局這邊 知不知道這個訊息 那我們左營 胡局長他對這個議題也非常了解 那跟金發局預計 我們是在5月10號 就是下個禮拜 要去背仔頭市場做一個會刊 那背仔頭市場 金發局要退場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跟私有地主去乘租 所以每年的租金比較高 那如果市場它沒有那麼大的使用空間的話 我們可以調整 那但是這個背仔頭市場 它卻有左營最有特色的小吃 數出來至少10灘 那旁邊也有它的 攤販集中場的 這個整個商圈聚落的行程 那因為租金要做這樣子的退場 我希望5月10號 我們區公所這邊區長這邊 可以代表左營區 來幫這個背仔頭市場 來 區長請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對我們比仔頭市場這個關心 我想我們是 我們區公所會在地方 全力做這個協調 那這個也會拜託胡區長 全力支持這樣 好 來 配合金發局 上 謝謝李博議員 現在先處理一下時間問題 現在去上午上午時間只有7分鐘 是不是等到黃柏林議員 黃天王議員 蔡金燕議員 執行完畢再行善會 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來 請黃柏林議員 執行時間20分鐘 謝謝主席各位局長 各位區長 主任各位市府同仁 那我想本期 這20分鐘會針對研考會 來談一下高雄未來的發展 事實上 高雄未來的發展會有幾個問題 就以高雄自己的問題是最大 我認為是財政問題 那根據市政府他這次的報告 我們目前啊 累積未長餘餌 目前就是市政府給的是 兩千八百五十八億 但是還要再加上兩百六十億的 一年期以下未紀錄公債的 那等於高雄市政府現在要 付利息的債務支出 包括基金 包括公債 包括一年期以下 就是短期的 三千一百億 那還好這幾年我們利率很低啊 所以喔 感覺不出來 我跟大家報告 這未來的城市風險就在這裡 利率1%要31億 利率2%要62億 我試問未來的市政府怎麼去經營市政 所以我常講齁 舉債 把舉債當固定收入 是一個很錯誤的 而且把公債的額度框那麼大 讓各縣市政府能夠 這樣來使用 這是不對的 為政當之收支平衡才是主要齁 所以第一個 我要要求研考 既然是研究發展還要考核啊 以今年來講 地震局的平均地權基金 做盈餘收入要做20億 結果後來他只回歸10億 導致那個科目的達成率只有59% 那像這個研考核要不要去糾正一下 你說你有20億 也能回到市府做事業轉收入 結果才達成率59% 事實上才50% 因為還有其他的 像這種你就把它揪出來啊 你做不到你就不能編啊 我們就是沒有財政紀律 我跟大家講 有一天我們都會離開這個位置 但是未來的子孫還會繼續在這裡 告訴大家說 哇一天利率表起來齁 那一年齁連什麼 只剩什麼大概只剩薪水可以領 業務支出都沒有 我給主席報告 原高雄市啊 在15年前 我們那時候還可以一年的資本門 大概還可以做到25% 然後金產門75% 資本門25% 我們到今年只剩14點多啊 那你說未來會更好嗎 絕對不會更好 所以第一個 我希望這個原考會這個部分 應該這個財政紀律應該要很清楚 你要去要讓各局處知道 未來的社會趨勢就是少人少事啊 我們的原兒不可能再增加 甚至人事處在這裡 那個原兒的控管還要再加碼 未來我們沒有辦法支撐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個數字 2011年 2011年 這個 65歲以上的人全台灣253萬 然後 國小一到國中三年級是240萬 大概1比1啦 可是經過25年後 推估2036年 這個數字變多可怕 那個 65歲以上的增加了394萬 到達647萬 然後 這個 國小到國中三年級的人數 從240萬 減70萬 變170萬 那原本是1比1喔 就是 國小一年級到國三 大概一個單位 那老人 一個單位 65歲以上 未來是 老人 647 小一到國三才170啊 快3.8比1啊 那未來的人 你看未來都是這些人是主力的 再因為再過 這個 2036年人少這麼少 然後再過10年 這一些人都要入社會 未來是 這一些人在繳稅 他怎麼會繳得起啊 今晚兩個低薪啊 所以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去準備 有一些不需要的建設 也不要做太 硬體不要做太多 盡量怎麼讓他能夠有 剛剛那個局長講 要讓他有自償性 甚至一些 鼓勵更多的社會企業進來 我們讓每一個人都有工作 就減少社會福利支出啊 補貼是一個最壞的政策啊 所有的行業只要一補貼 都失去競爭力啊 他就沒要做啊 反正你建復給他補走 人也是一樣 所以怎麼去鼓勵 讓大家都有工作 這個很重要 這是指個人 那我們現在回到市政府 第一個 我剛剛提到的 各局處 我們在用錢 我們在用人 未來一定要 比現在還要更嚴格啊 不然你說未來的人 你看少那麼多 未來有人推估 台灣未來可能剩一千八百萬的人 那我們我們的體制還這麼龐大 那要繳稅的又那麼少 未來又是低薪的人 那有可能我要多支撐這樣的一個社會 那我們的場館越蓋越多 未來的管理維護 這個又護得起嗎 再加上高雄市特別的 這個債務問題 這是第一個 我希望研考會應該很注意這個問題 而且現在就要開始去準備了 這第一個好 第二個 我也要請主委去研究一下 過去這一兩年 市政委一直說 中央欠他八百一十八億 這個問題 我有去問過 行政院主技術的什麼總署 他給我回穩 那是因為會計科目做帳的問題 他也有 他本來要補助高雄市政委的 他後來就是勞健保沒有補回來 但是他也試同給高雄市政府 有這樣的一筆錢 所以他也認為他有給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補助的時間點 我們是九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五號縣市合併日 所以理應用一百年做基礎 那市政府是用九十九年做基礎 那大概兩個基礎不一樣 說算算的差八八十八了 我站在高雄市議員的立場 我當然希望中央補給我們八百一十八億啊 我也希望他比較多錢 我們就馬上減少債務 但是你想可能嗎 中央政府那些什麼統籌分配稅 什麼分配稅 那個都是固定的照公司在算 唯一有變的是競爭型的補助啊 只有我競爭過其他縣市要的錢 那個才有很大的差別 其他都是照公司算的啦 他也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 他也沒有能力 所以 針對這八百一十八億的問題 我希望研考會去研究一下 到底出問題出在哪裡 那五二零以後要換新政府了 看這個錢能不能要的回來齁 主席 來讓特長了 我們也是很高興啊 你說以前沒做 看你們現在做得到嗎 還是以前公共的 現在也做不夠 以前說美主不可以來 現在說可以來啊 從政不可以這樣 前後立場要一致 我的立場都很一致 所以第二個 針對這八百一十八億的部分 我希望 研考會也去調查清楚一下 到底 那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 中央跟我們 而且中央是行政院主計總署出來的資料 也不是我們自己編的齁 所以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 這個研考會這邊也來 來注意一下 有關這個財政的問題齁 我覺得應該把它釐清 啊到底是怎樣 是非曲折 然後 真的是我們可以距離力爭 我當然覺得應該要去要回來齁 第三個 新任未來的林前院長也說啊 金山銀山要自己挖 他說要少人少事啊 你也不用期待他會因為 新政府上來給高雄市多多少錢 大家也不要有奢望 為什麼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我們這個社會已經不能容許打腫臉充胖子 我們的實力就是這樣而已 我們就不需要把自己膨脹的那麼大 高雄市的稅出本來就不應該那麼大 我們每年都用設計的把它灌灌灌灌 然後就覺得我錢很多 一直建設兩千幾億 我跟你講以後 只要利息一上來 第一個倒的就是高雄市政府 我們的公債就是高雄市 就是新北市加台北市的總和 就是其他台灣省二十一個縣市的總和的債務 就是高雄市政府的 這要三千億 不是三十億 不是三百 也是三千億 母數這麼大 所以 針對這個部分 林院長也這樣講了 那我們未來財源上怎麼能自仇 我們現在開始要想 各位坐在這裡的目的就是 怎麼去創造自己的價值 我們怎麼開始要去思考 我哪一些人是可以不需要用 然後我哪一些事是可以不要做的 不可能 什麼事都要加 人要加 然後只有錢不加 你太可憐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判斷 未來的市政府有什麼事 什麼福利 什麼事是不能做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要煞車 什麼業務是不需要的 不是政府應該做的 不要再有大有為政府 什麼都要包 我們沒有那個能力 我覺得應該要很清楚 所以第三件事 就有關未來的財政 我也希望 這個透過你們研考會 最重要你們還有一個考核 不是只有研究 還有一個考核的功能 怎麼去考核各局處把這個事做好 院長也講 少人少事 金山銀山自己挖 那我們有沒有自己挖 那如果再講更深遠一點的 未來的蔡總統在八年前提出的他的財政計畫 是八年財政收市要平衡 每年的公債都要減半 那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嗎 還是又是選舉口號 我們當然希望他做得到 因為我覺得這是對的方向 所以針對這個財政的問題 我先第一個部分先框住 第二個 就談發展 高雄的未來發展在哪裡 我們說原本高雄 那個石化專區要不要做 現在人大在那裡 你要不要讓他繼續營業 還是他的那個老舊設備 不行了就要淘汰 我們就要把他移到海邊 那要移到海邊 大林埔那邊人要不要去 那如果要來 那要做什麼行業 那我要這裡跟原考會提醒一個觀念 就是那個邊際成本的概念 一定要加進去 我們過去在發展很多產業 想到的東西 哇這個就有機會 增加城市的稅收 但是那個邊際成本有可能嗎 你看那個雲林保六青 你給他統計 聽說六青設了以後 那個平均移民都往下降 起碼生活品質都很差 當不當的 下那個黑雨 就是下雨那個 那個空氣也不好 環境也不好 那個對環境整體的傷害 有多大 我們有去統計 高雄市民的平均移民 跟全台灣生比是少一歲 小港前鎮 尤其是小港那附近那個 那個工業區等等 他的又比高雄市又少一歲 這個都是社會成本 就所謂的外部性 所以未來高雄應該適合什麼樣的產業 我們是不是讓他高職化 然後甚至有幾個比較可能污染的 我們應該讓他遠離市區 遠然後到海邊去 然後他們又願不願做 我們能不能做 我覺得這個都應該要討論 也搞不好不是一任市長內就能決定 可以再討論八年十年然後再去做 也都有可能 但是 我們這些人會來來去去 但是這些公共政策的討論 是應該要持續 而且讓他持續跟居民的對話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做 譬如說 實話專區到底應不應該做 高雄未來應不應該持續發展 我覺得我們現在事務應該有一些態度 然後多收集 那最重要是人家業者要不要來 我們在想說他不要來 搞不好人家本來不想要來 我們那樣做事 人家就要走 也不一定 所以針對這些 我是說未來在發展我們的產業的時候 針對這些 能夠有可能會製造比較多的環境污染 製造更多外部性的這些產業 我們高雄應該要什麼樣的態度 那如果必要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 那個做平衡 做補償 然後讓這個能夠對高雄不要傷害太大 我想這是應該我們要去努力的 所以先針對這兩個部分 請那個主委先答覆謝謝 謝謝議員 議員提出兩個問題 第二個是財政的問題 第二個是發展的問題 那我認為答案都在發展這個問題裡面 事實上議員自己的剛剛講的裡面 也隱含了這個答案 那市長這次在市政報告裡面提出一個 高雄翻轉計畫 那是研考會協助整合的 那麼簡單來講 這裡面混成三個轉型 一個是空間的轉型 一個是產業的轉型 一個是整個社會的轉型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過去在發展過程裡面 把生產的活動跟人口混在一起 那這個一定要解決 不然的話 你生產的地方 那人民深受其污染 那第二個呢 因為人民住在那裡 所以這個發展也不能大力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說 我在南部這個天海少路 那迎接成一個新的產業的園區 那在市區裡面 不管是這個 這個新灣區 或這個高雄其他部分 就變得一個乾淨的 這個還有一個 一個好的 這個結果就是說 以前因為它 國座會 所以裡面有些地下管線 必須要經過市區 將來這個地下管線 那我們準備進行高質化 那高質化就是說 讓產業的升級 我簡單來講 我簡單來講 我自己學化學的 我們以西亞 可以用來生產 那個裝豆漿的塑膠袋 不到一毛錢 你也可以變成一個光電薄膜 好幾百 一個薄膜就好幾百塊美金 我們只有創造這個高的附加價值 我們才能承擔更好的環保的成本 以及付出更高的薪水 這個就是我們正在做的 那現在這個計畫呢 已經成行了 而且也準備向政府去做報告 以及去做溝通 已經在進行了 那從這個 這個產業園區裡面 創造出來的這個利潤呢 我們要挹注整個高雄的發展 成像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整個的方向 而且不只是方向 這不是夢 而是這夢想 就是要這樣做 是要這樣做 本期是天心頂第二 就是剛剛我講的第二問題 那我們那個園區呢 將來是不是叫石化園區呢 其實不是 因為台灣最大兩個產業 一個是石化業 一個是鋼鐵業 那這兩個都是上造的 很多城市都在講說 他們有什麼一百億的產業 其實都遠遠不及這兩個 但是這兩個產業 它所創造的問題呢 必須要透過高質化 包括提高它的環保標準 而且透過空間的轉型以後 才能夠同時解決 就像那個新加坡的玉郎島一樣 對 那我們最近也有做了很多探討 像其實不只是新加坡 還有像那個德國 丹麥他們慢慢走向一個 零廢區 零排放 零事故 換句話講 第一個製程產生的廢物 是第二個製程的原料 了解 這個是我們的方向 也是將來的產業園區 提醒城市的發展 好那針對財政的問題 那這個 我們財政目前在市府裡面 當然剛剛講說有一些爭議 所以這個將來必須要在新的政府 成立以後 要去解決這個 不管是統籌分配款的問題 這是很大的問題 包括以前的勞健保的補助 我想這個市府有市府的觀點 中央政府有中央政府的觀點 將來必須要好好協商 那另外呢 其實市政府在這麼幾年來 是很努力在開言截流的 不管是在這個預算 或者是在人事上面的管控 其實我想這個議員也看得到 那我們當然會更加努力 因為 不過我剛剛講的 真正的問題是 巧戶難為五米吹 我們就是我們創造的利潤太少 我們產業沒有高質化 這會延伸出很多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一方面是整個產業的發展 一方面也要解決我們的財務的問題 那個主委請坐 就是說 因為你剛剛提到巧戶難為五米之吹 所以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就是過去 我們除了本身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跟著 這個繁榮 事實上你從一個角度看到 過去十五年來 桃園市多了一百萬人口 過去十五年來 高雄市沒有增加人口 高雄市是六都 唯一連續兩年人口負成長的城市 所以我們就是 你產業沒有出來 你就業機會沒有出來 人家不願意搬進來 沒有新移民 你當然不會進步 那我們相對 你再去做調查 高雄市的平均的收入 就是那個工資 你跟其他縣市比 我們又比人家低 所以你看 我們人數沒有成長 甚至縮小 薪水比人家低 你當然科樂稅也不會多 你產業沒有發展 沒有稅收 那當然就越來惡迅循環 那你的債務又搞得那麼龐大 你未來又要先框債務復席 他就惡迅循環 就像美國底特律一樣 他就是越來越 不會一下死亡 不會死 因為每年都有收入進來 但是就會凋亡 就是會越來越僵化 那你的固定支出 就會從85 變85 86 87一直往上調 我們就沒有做投資 所以 我們要趁現在還有能力 要去做調整 就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整個產業要讓它高值化 我們要去注意那個外部性 都把它注意好 然後我們歡迎打開 讓很多產業能夠來高雄發展 創造很多機會 很多人民願意來高雄 我們有稅收 然後慢慢的去把它釐清 那我剛剛提到的 包括中央的問題 我也希望主委好好去研究一下 到底是 行政院主計總處有問題 還是我們有問題 那如果是我們的 我們當然要距離力爭 好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本身內部 事實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 四年前 那時候林全就提到 他說 應該是小英 他那個未來的準總統 他說 應該都要打八折 所有的支出都要打八折 打八折去 才有創造性的破壞 那我試問各位局處 如果讓你打八折 你們有沒有辦法創造性的破壞 大家不要覺得 因為我們這個 每年有稅收進來 可是稅收一定越來越少 我想各位一定感受得到 那如果你時間再往快挑 十年後會怎麼樣 我想很多人十年後沒有坐在這裡 可是未來的子孫還在這裡 所以我們應該趁現在還有余力 就應該為人家打造一個好的生活環境 打造一個公平的社會 打造一個優質的 讓人家願意來高雄 所以我一直在推 如何高雄成為創業之都 讓很多人只要想創業就來高雄 因為我們高雄很特別 我們還有高雄銀行 可以做政策性的支持 對不對 然後高雄的物價 相對比其他縣市低 我們只要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場域 譬如說你來這裡創業 你一來 我們就給你什麼樣的補助 什麼房設免費 什麼等等 我們給他很多優惠 然後結合南部這十幾所 大戰院校 以中山大學為首 第一科大等等 都把它坎拜在一起 我覺得來這裡創業 如果能夠有機會 一個創業者會至少帶來七個工作機會 而且這工作機會都是有值的 我覺得台灣這幾年最大的可惜是 我們永遠都在走效率型的經濟 都在拚成本 然後因為你拚了成本 怎麼cost down 你只好最後就是薪水 永遠 但不可能增加還會減少 都在拚低成本比快速 其實我們未來要發展是創新型的經濟 新的用途 如剛剛局長提到的 新的加值性的 高質化的 那就是一個新的創造 新的概念 新的做法 新的材質 新的用途 那才會是未來我們高雄產業發展的機會 我也希望研卡會在這個領域 能夠去努力 那針對本期剛剛提到那幾個問題 我希望會後 你們研究後 再給本期答案 好不好 局長可以做得到嗎 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方博恩議員 接下來時間 我們是分析要在這領域 但是這個不用再起來 這個程式 這個會議流程順暢 所以由蔡經營議員 請澤順 成績偲 後面我系尋私委 最後一個直詢 請蔡經營議員 直詢 誰 椅 謝謝主席 我們民政部門 各局處的首長 還有我們各位區長 大家辛苦住在帔 Male 真抱歉 浬到時間 我想今天早上因為一些事情去延誤到我們的議事流程 其實我覺得因為議會的預算本身就在民政部門有做相關議員的審查 那我想這也不會去說有違背任何民意受給我們的權利 要監督市政甚至包括監督市議會 那其實議會本身也有更多 其實議會的預算就是用在議事廳 那我們議會大大小小的不管是就像我們現在開會的預算需求也好 還是怎樣其實大概都是內部上的東西 那所以說還要請誰來備詢 我是覺得這個邏輯比較奇怪 那畢竟 議會 預算的決策者是誰 其實是議長 難道要議長來坐在下面給議員質詢嗎 我覺得這個邏輯不太通 所以對於早上耽誤大家的時間 我是身為議會的一份子 對大家也感到比較不好意思 那我們就回到正題來 那我是不是先跟研討會討論一些 研考會我們的劉主委討論 是 那是 我想這值得我們去參考 到底他怎麼去運作 因為畢竟我們知道台南市的這個舉載上限是到 好像是到頂了 他不可以繼續 不過他還是維持 那包括賴市長他的 至少啦 我們看到的民調也不差 那我相信陳市長跟賴市長 這都很好的關係 其實在這方面 可以來參考看看 我是提供意見 那是不是我先請教我們 研考會主委 因為我們負責 考核 我們市府各局處相關的業務 對不對 那我請教 幾個活動 是不是我們劉主委知道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 因為這其實也蠻細節的 我也不是說要求你要知道 我只要問你有沒有剛好知道這樣 請劉主委我問你一下 2015年舉辦的這個 Open Run路跑賽 是哪個單位舉辦的 Open 2015年Open 打開的那個Open 應該是Open獎 然後Run路跑賽 你知道誰舉辦的嗎 不知道 那我再問你一下 反統戰奔格勒防疫 這是哪一個單位舉辦的 我們新聞局 是齁 沒錯 2016年南橫馬拉松是哪個單位舉辦的 可能是觀光局 但是我不太 區長 剛好 好 你先請坐 為什麼我要提這些問題 其實從 如果 不知道的人 我們跟他說路跑賽 馬拉松是誰舉辦 我想 我想 第一時間 大概會覺得說 可能是教育局 或體育處 主辦 因為這個是他們直接的業務 那包括這個登格勒防疫 要不就是環保局 要不就是衛生局 那這是我們新聞局主辦 為什麼要提這個事情 其實 這是第六年 擔任議員 也感謝市民的支持 我覺得 其實我們有很多業務 真的是疊床駕屋 那 我講的 新聞局 它辦路跑賽 當然他可能是要宣傳市政 但是不見得要透過這麼大型的活動 我是沒有去參加 這是我在他們的這個 今年的這個業務報告看到的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在孟時代 因為Open獎的路跑 好像都在那裡 所以它是蠻大型的 不知道有沒有募款 那市府到底花多少 那包括觀光局也是 那其實有很多業務 也是這樣 疊床駕屋 那 就我剛剛講新聞局 觀光局 甚至是 觀光局啊 這幾年啊 其實對於我們高雄市啊 一些 這個在 交通部門的時候 也有議員提出來 我們很多民宿 其實在我們市區 是不能有民宿的 開發後 那都很重的 但是 我們會覺得 觀光局應該做什麼事情 協助推廣觀光嘛 但是它在監禮這一塊 又很用心喔 我們沒有說它違法 但是它就是依法去辦理 假使這個業務 丟給金發局來做 金發局是為了我們的經濟發展 那也許它不是開發 它是用什麼 它是用輔導的方式 還是用什麼 甚至來提出相關的 自治條例還是怎樣 來協助這些民宿 當然 民宿 我在交通部門咨詢也有提到 當然民宿不是亂蓋 安全性 也要兼顧 因為民宿跟飯店 它的市場 還是有一定的區隔 有些人是擔心這個區塊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它是有一定的區隔 那這是又一回事 那這裡要講的就是 業務 業務上 那包括 我們一條道路好了 我們民意代表 如果接到民眾打來陳情 那是 在這區區中科聯 也都有當中類似的問題 頭坑 如果破一個坑 你知道要叫多少單位來嗎 甚至找了 當然 那些中華電信 甚至國防部 也有些他的電話線 那個 液化天然氣管線等等的 這是我們市府以外的這些單位 光市府下面的單位 水利局 公務局 工程企劃處 養工處 然後 然後 反正 該找的也都要找來 才能去釐清 其實像這些業務 我在這幾年齁 我一直有個 感想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一些 單位其實 是不是有必要去做相關的調整 因為我們要知道 其實我們很多的局處是 當初就是在高雄市政府的建設局下面 那當然因為 我想分工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你分到說 業務有太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 其實也不好 那經過這段時間 我覺得 是不是有必要來調整 甚至我覺得 乾脆就成立一個道路局 完全 道路都他們的 養工處 養護大隊 在裡面 然後 水溝甚至也可以給他們做 那水利局就在幕僚 他就負責整個 大高雄的防洪排水的規劃 實際的工程給他們做 其實這樣可以減少很多界面 甚至減少很多工程 你分一分要補一個路 因為有兩個單位 他補我補 你一邊再補好 這樣不是更快 更節省經費 像這樣的東西我覺得 是不是請研考會 劉主委 你可以說一下 你認為 是不是有必要朝這個方向 用我們研考會 因為我們負責各局處的業務管考 透過你們管考的一些結果 來看看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些局處 真的可以到了該調整的時候 避免這樣業務重疊 不光光只是資源的浪費而已 那包括我們實際 基層在有問題的時候 不知道在找什麼 像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請劉主委可以答覆 劉主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議員講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在分工跟整合中間 如何去斟酌 我先從現況來講 以及說將來怎麼改善 就現況來講 其實我們現在有30個 一級機關 不談空中大學 那我們最多能夠到32個 所以我們現在是符合 那這中間 他們是不是有業務需要調整的 其實剛剛議員講的 有些問題 我們應該去思考去調整 但是也不敢隨便調整 因為我們這個跟中央是有關係的 有時候這個局 相對於中央哪一個部 這樣比較好溝通 所以中央現在也在進行這個 組織改造還沒有完成 所以當它組織改造到一個階段之後 我們會重新思考 我們高雄市 是不是應該做適度的調整 不過剛剛議員講到的 其實不只是這個 這個現實的問題 而是整體來講應該怎麼辦 其實有些國家 它是比較有彈性的 那譬如說好像德國還是英國 他們隨時為了需要可以成立一個部 就跑出一個部長 它就比較有彈性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成立 我們就廣考組什麼組 每個業務都固定的 那有些國家它是說 我叫第一組第二組 那至於那個組呢 裡面內容 因為法律上沒有把它硬性規定 它就比較容易去做調整 那我們現在是有時候在 你動一動組織改造 就要動那個法律組織法 那的確是 光用修法就要花很多時間 對對對 所以議員講的最理想的狀況 是讓整個法律組織的法律更有彈性化 可以隨時調整這樣 好 謝謝主委 您請坐 我想應該 就你的回答 我想應該就是也認同 相關組織應該是更有彈性 畢竟現在的社會變化非常快 就像剛剛有議員在講到的時候 就是無線網路的建制 像這個 突然問我也不知道找誰做 找誰做比較好 誰有經驗 誰來做比較快 那像這種東西其實 日需 每天這樣日進月見 變化真的很快 那我們的組織應該是要 未來有機會 我想 能夠跳脫現有的框架 我想 現在大家在講的 其實我們不應該 就是被制度所限縮住 但是 公務人員就是要依法行政 那我們就是 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是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前進 那我剛剛講 不是要增加局 其實有些局處我真的 我沒有說 像很多縣市 他們都是觀傳局 我沒有對個別的局長 我相信每個局長都很認真 表現也不錯 才能一直在位置上 市長才會信任他 但是 真的 有時候 業務是因為有那個局處才生出來的 那這樣我就覺得不好 因為那變成有點 就是 硬在撐 那這個我想未來 因為我覺得還有更多東西可以去談 談這件事 未來有機會再跟我們主委 甚至跟 在總質詢來講 這樣 因為這個問題我在之前也有提到 那再來 我是不是 要請教我們這個 法治局幾個簡單的問題 請教我們許局長 我們的業務報告其實每一年都有 就是針對我們在前一年度的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上面是沒有寫年度 我們這個 這裡寫的本期審議訴願案件 相關的情形統計表 那 就很多數字嘛 本期這一期是總共909件這個訴願案 那這中間有 百分之二十四的比例的案件是撤銷 撤銷當然就是 應該就是民眾的訴願是有 有正面的結果嘛 對不對 在撤銷嘛 那百分之五十七是駁回 駁回當然就是 政府的裁量或處分是 OK的 是沒問題的 那 百分之十四不受理 那訴願人自己撤回的是百分之三 那百分之二是移轉管轄 移轉管轄大概就是 要到別的單位去 是中央的是不是 類似這樣的 我不是念法律的 如果用字 不是那麼精準 也請這個 我們的許局長 可以 可以體諒 那這裡面 有很多 類別 環保 勞工 公務 衛生 財稅 地震交通 金發 還有其他類 主要還是在環保 那我猜 環保比例大 相對的 我相信它撤銷的也會多一點 那可能是在 在 採證的時候 是不是那麼精準的 所以是 撤銷過 那這些案件我想 比較沒有問題 我要提的是 其實在這麼多的訴願案件裡 為什麼民眾要訴願 我想就是不服 我們政府的裁糧或者是處分 這是他訴願主要的目的 那為什麼會不服 是不是 我們的 我要講的是 中央法令我不管 因為這個我們也沒辦法去修 我們的自治條例 我們的相關的單刑法規 是不是有不合理 或者是怎樣 我曾經 有 為了一些案子 跟陳情人到 某一個局處 那當然法治秘書會出來解釋法令 但是我會覺得 法令在那邊 大家 這裡都公務人員做很久了 法令 其實一條法令 可以有 不同的解釋 那當然看你的立場 那我現在法治秘書 我不是說這樣不好 但是他 也是有他本位在 所以我想 請教我們許局長 像這些案件未來是不是有機會 在一些 如果是 因為自治條例 這些單刑法規 的相關的訴願案件 不是用這樣的 數字統計 而是能夠把案件 有一個簡要的描述 送到議會來 因為我相信 民眾 他不服 勢必 有他的道理存在 那當然如果是一種 我們就不管 那是不是有 有什麼空間的 但是礙於 我相信 法治局有自己的 權責 沒關係 拼了就拼了 法 自治 自治條例 有他不周全的地方 我們議會可以根據這個 來提出修正案 那大家一起來討論 讓我們高雄市的 自治條例 能夠更完善 是請局長答覆一下 大選區長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先跟議員解釋一下 有關於為什麼會撤 就是駁回的部分 因為駁回還是占大多數 那民眾之所以會訴願 大概有主要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它是誤解法令的規定 那第二個部分 他認為這個財閥的金額過高 他都希望說他的情節應該沒有 有涉犯到那個最低處罰標準 所以他一直要求說 看能不能減半處理 這也是一種 那第三種就是 他不符採證的過程 那但是這個採證 可能依法都有一些採罰的基準 那他認為說 甚至於自己簽收 當時在簽名 所說的那些話 他後來提訴願的時候 他都是否認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種 那大部分這種類型 我們都是 活為的部分 我不針對這種罰緩的 因為這些其實 這些都是中央的一致性的法令 這個我們 我要講的是 有沒有 就是因為我們自治條例 去受到相關的處分 相關的這些裁量 那他 他可以那個 我想這個未來有機會 這邊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定期 提供相關的案件 讓我們來商討這些 其實自治條例 我相信法令沒有完美的 對不對 跟議員報告一下 議員主張這個部分 我們也都會 持續在關切當中 是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情形 我們 我們是不是之後 我們跟議員 討論一下怎麼樣的方式來呈現 因為有九百零 像這樣一個 當然像那種 五百多錢 亂丟垃圾的啦 交通 交通違規的啦 那個我 當然我就不去管他 是 那我這邊也要跟議員報告 因為有些部分 可能是中央的法令 跟我們的法令 可能中間有什麼樣的 不太一致的地方 那 這個部分 該怎麼去檢討 我想我們之後 再跟議員做一個討論 解釋也好啦 或本身真的有一些 問 有一些 他沒辦法 那我相信法令 真的不是完美的 有 該修正就修正 我希望說未來真的是 因為議會 就是要保障民眾的權益嘛 那 市府 其實我們 在這方面 有時候是對立的 我們幫民眾 跟陳情仁到市府去啦 那再講 那法治秘書他在解釋 也不能說他解釋不對啦 但是 其實可以不用這樣解釋 那 讓 法令更完善啊 也許 修改一下民眾 就不會去 被他誤導 或是怎樣 像這部分我希望說 未來 有一個 常態性的 來提供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 我們書院案處理完以後 會不會真的就去做這個 相對的條例的修正或是怎樣 我相信這可以維持一個常態性 讓議會 因為有時候 民眾可能自己也不會去找議員 或是去找一些管道來寫 結果就自己 跑去做書院 甚至行政訴訟啊 那 這部分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能夠更加的保障 我們高雄市市民的權益這樣 那再來就是 針對我們民政局幾個議題 因為時間還蠻有限的 我希望 我就比較快講過去 呃 原本要請那個 齊金區長 來 來答覆 沒關係 我提醒一下 叫 上個月 齊金的中區污水處理場 這個 污水 因為變電設施的 整個 呃 沒辦法運作 造成污水是直接溢流到 海邊的 那在這部分 呃 好像是隔一個禮拜 隔週的有辦一個協調會 那 我沒有過去 那是另外兩位同仁也非常關心這個案件去的 齁 那我希望說 我們的區長 能夠持續關心這件事 因為畢竟 您也是這個 呃 齊金這個 污水回饋金的這個 這個 招集人還是主委 齁 那這部分我希望說 在這個過程中 水利局 有哪裡不對的 怎麼來補償這些民眾 該不該補償 該怎麼補償 我們區長可以持續來關注齁 那 再來是 一些比較幾個小的問題 我就 我就跳過去 那主要 呃 過去我參加幾次這個 這個禮業務匯報 我希望說這個禮業務匯報 因為有些區有辦 有些區沒辦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常態性 因為我覺得在禮業務匯報本身 還是有它的功能 大家坐下來 各局處坐下來 有時候可以當下把問題 呂文中 謝謝 謝謝主席齁 不好意思 古山區公所的事情 應該是陳局長的任內 現在的陳副局長任內 我提到古山區公所 他有沒有必要找個新地點 我不知道張局長有沒有去過齁 古山區公所齁 真的是一個 不是很便民的地方 我不是說裡面服務不好 是外面周遭的環境齁 我那時候有建議幾個地點 有建議一個地點 我不知道未來 勢必有機會 因為很可惜 本來我們民政局 非常積極在爭取 台擬廠區開發 可以把部分的用地 變機關用地 讓我們的分局 讓我們的區公所 可以簽到那裡 不過後來因為 志弘齒的關係 後來就破局了 現在 所以在古山區 空地也沒有很多 真的 有機會 因為古山區公所 還有60年 希望局長 在您的任內 來積極規劃 討論一下 看看古山區公所 有沒有機會 找一個好的地點 讓他能夠有一個新的面貌 那就 私下我們在那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感謝專議員的指詢 停言 拜託 現在由黃帝衡委員 黃帝衡委員 咨詢 我們這邊的問題和民政局 和我們保存的方面來做探討 高雄市完這邊應該是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高雄館那邊 完高雄館那邊 很多的整理 都還有一里 只有一條路 比較說它是火結里 大寮區有火結里 它就像一個火結路 它有差不多有七八百戶 那河馬起來 這條路 都總是火結路 人工 有這個火結里 它就一條火結一路 一條火結二路 全部都總是這條路的路名 我想 因為這條郵菜在三杯 不是在三杯他們知道 以外 我現在外地人要來找 才能正的人 屬於 真的會迷路 而且 真難找 不但是這樣 你自己本正正理的人 像 他住在一戶 當時 本身到兩百戶 也不存在一堆 所以 坐著 這個路名 這個問題 這個前面 這個問題 我是來 要跟我們 民政局來探討 因為 我們館市合併 到這也差不多五五年 這個時間了 所以待會兒 這個共同市園 這邊 路 就那個這個 甚至幾行都有 但是 尚度 這個 完工 這邊 有很多的整理 很多工 很多的整理 農村 又是一種的形態 我想 這 這個 為了 那種 成績差距 我先覺得說 如果還有門牌 可以把它鎮邊 起來 讓它 讓它 路名 可以整整條 在找 這個 比較容易 辨識 所以這個 這個博文 沒有人 民政局 我們 政局長 還是我們 傳統博文 什麼人 可以 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館市合併 到前五年了 這個區塊 我看到我們 行為我們的醫生書 不再看 我們有變的 這個經費 要辦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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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來 有可能 會來編列 會來做這塊 是不是 我們請 我們請 我們等一下說明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 郭議員 對我們的門牌 整編 這個部份 其實我們 我們每年都有 變得相關的 有算 對我們的門牌 老舊 脫落 派去的部份 我們都會進行 這個 經歷 這塊的地方 是那個 道路的名稱 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在我們館裡面 有很多 我真的像 議員所說的 那個路 但是他在問拜 在拜的時候 那個困難 其實我也有 我們要怎麼來做這些 這些路的經理 譬如說 我們要換一條路的名 要換一個 整個都來的社區 要把這個經格 做這個改變 其實那個鎮定是很大的 因為對一個市民 那有可能 那有可能 過去嚇到狂的壁 這裏 改了 整個情節 所以人就賣到 沒辦法去做這個 這個 這個地劑 這個路面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份 我們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我們非常的正義 在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也有訂出 幾項的環節 就是路面 穩定的環節 最少影響的環節 還有經典發展的環節 和這個優先保留的這個環節 有這四大環節 來看對 我們可以逐步來的 做這個進行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 在做這件事 但是這個環節 非常好大 最重要的是 影響到我們的市民朋友 他現在很有這個管理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持續來推動 希望這個議員 可以接對說 我們的地方 有帶一個地方 有特別比較嚴重的 已經發生比較嚴重的問題 我們優先來做處理 我們有在關心這堂 好 謝謝 那一堂請坐 因為我以前有鄉公所的時候 我們 我做幾位 就把整理的路面 這邊擺來做尖邊的這個動作 整理我們全是公所來委託 有這個火箭署所 辦理 一年可能開後 有將近八十萬的經費 所以 當然 經費是 很多 不過 這就是說 我們管事業平日後 我們這個門牌整編 和路 路 路面這個部分 這也象徵 有一個象徵 進步和發展的意義在那裡 所以 我是覺得說 這個門牌整編 跟這路面的這個 整個重新規劃的這個部門 請你認識這邊 我們 可以 慢慢去做 總是跟我們 推動 當然要很多的經費 但是 我們總是 有相對的 必須要的 還是更必須要的這個部門 來做這個條件 所以我來這個 我們 我們 民眾局 我們 婦女參與這個 事務 事務 跟公共事務 這個部分 但是 目前我最了解的就是 這個 婦參 它都是由我們公所 來 這個 找這些 這個 福利朋友 來鼓勵 我們 這個 福利朋友 來參與 我們這個 社會事務 或者公共事務 我想要了解說 這個 目前 我們 用公所 會做一個單位 公所 還補給我們民政局也 補這個人的名 但是公所 去找 這個人 它是怎麼找 每一例都有 還是 公所自己 認這個 有一個標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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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來 三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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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議員 請 局長答覆嗎 沒關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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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參的 我們請民眾局長 謝謝 主席 謝謝 這位 議員 對我們這個 副參的 這個 業務的 這個 關心 因為這是我們 高雄市政府 我們在推動這個 女性在參與社會公共事務 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境 當然我們現在 這個副參的委員 我們重要 我們的這個 造極人的部分 我們都有公所 都差不多 設置 11人 至21人 集中我們會找一個 這個 這個 教育人 這個 教育人 從上 大部分都是 推薦我們這個 裡面 我們的這個委員裡面 比較有性別概念 性別意思的人 來做這個 造極人 當然這個部分 我們的公所 在推薦 他們都會照 我們的社會裡面 一般我們 有一些古老的社團 有一些法典協會 有些比較積極的 參與公共事務的 這些 這些 這些代表 我們的優先來 推薦他們 來 來 邀請他們來 做我們這個 副參的委員 所以這個 另外的 代表性 代表都是我們 在地方裡面 對這個 流行的 工作 或是這個 性別意識 性別工作 相關推動 比較有專門的 當然我們在 今年裡面 推動友善婦女 這個 婦姻友善空間 的安全檢視 做我們的主題 所以我們會 運用這 我們這 副參委員 他們的專業 在這個社區裡面 我們做這個 檢查的這個工作 醫生 請請 今天 這樣就是 當地區公所 他也去找 找說 在地方 比較 這個 有常務 這個 社區 這種 意見 這種 意見 認識 這種 來 做立 但是我覺得 這個 做立 這個委員會 對我們 我們是有 在鼓勵 在尊重 在這個 財務公司 的地位 和這個角度來看 但是 我們不是 說 這個 會做立 後 只是說 吃飯 吃吃好 看電影 因為 在鼓勵 要來 對我們 這個 富山標識 這個 尊重的 這個 角度來看 是不是 在這個公共事務 公共連累的 這個部門 盡量 類似說 做攤會 也好 或是 事務 本身看來 活動也好 是不是要朝向 這個部門 第二 就是說 我們 一區 都十多 十多 一區 我認為 這樣 是不是 人數 比較少 這樣 讓 市府 你沒有辦法 讓我們 這個 老朋友 覺得市府 真的 對著 這個 富山 的 這區 十多 人 你如果 比我 一個 比較大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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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公所 掙討那麼多 掙討那麼多 結果 你 這個 用十幾個月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 這個好的 鼓勵我們 婦女 來參與 我們這個 社會公共事務 真好 但是要怎麼 來 擴大 它 比較多人 來參與 這 這 是我 想這是 未來 很重要的 課題 我們 我們 做 未來 做 精細的 規劃 另外 證明 這 大陵 大陵 開 生日 開始 要 作 所以要用回饋金造這個監視系統 我像用回饋金專做這個監視系統 這我有非常同意 因為這事務的好像對這 後續維護管理這個部門 在變成經費 新增的都是市務這邊就沒有辦法去制定 都要透過劣勢回饋金這種機制來增設鑑視系統 我現在和我們大陸區區長來研究一下 這點這個區工作在美妮島 應該是美妮島開始 今年都開始 每一年都要扁300萬回饋金 來做這個監視系統 這我說這我堅定也認同 我們要分四年 四年前一萬中 這個10例 然後10例的這個 電視系統來完成 但是大陸區 都總有25例 那25例 你們學技師來用 我看的是 只要做10例 做10例的這個 這10例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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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有很多 很多例的這個 例子也好 這個民眾也好 他們是在說 只做10例 還是我們這裡已經都有做了 還是說我們這裡 這個 還要做10例的這個 這10例的這個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時間 也請我們 這個 這個 庫庁來做簡單的這個 這個說明 為什麼 25例 只有10例而已 這個部分 請大家區長答覆 從來自於每一年用三百萬 從今年開始 但是所選擇的這個地點 這個部分我們是 除了尊重臨風風局 它對地風交通的這個 有比較重要的地方 還是說地安比較重要的地方 他們會去分析 所以他們這個 當然也參考我們地風社區的需要 會沾對這三個部分 交通、地安和社區的需要 他們來做一個地點的選擇 跟議員做傳播的報告 因為這個部門 你們當時協調會 要不然邀請國立理事長到現場 要不然請我們國社區的理事長來 我相信 是這個部門 所以有人會有很多的意見 因為你們不知道 到底這個 有什麼 只有十美女而已 另外15例 都沒有 另外你們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5例 5例 5例說 要台舊換新的部門 台舊換新 未來 你做只有這10例 每一年以前就不夠了 後面5例 要再台舊換新 另外10例 到底要怎麼處理 都已經15例 你做目前 你們所有的 是10例而已 另外10例 到底是 他們都有監視系統 還是什麼原因 我相信 你們應該要給 這個 我們所有的理事長 所有的社區 了解 到底什麼原因 這樣也比較不會 形成說 對你們 一種 這個5例 就是說 你們就不公平 會塞進這種 的威力 我相信 因為 這個10例 國庭要做 這個 未免 未經營都來開始實施 另外那個10例 要怎麼 另外那個5例 要台舊換新的 你們要怎麼處理 來 鼓勵說明 是 因為 剛才有跟 議員報告 呃 8點的選項 是 由分局 來 看他們交通 還是在我們 重點 的紓窑 他們來做一個選項 啊因為 鑑識期 一組是 16個 警察 10個 警察 但是他警察也不能勤勤 所以 他的 這個佈地 他的 佈地當然 就會 先參加他們交通 重要的 這個路口 或是說 在我們 最重要的社區 來做 科務 如果 一千兩百萬分 四檔 一檔三檔 來做 處理 因為當然 經費 不會 對 那 他 還是 一千兩百萬 做這十例 這沒有問題 這沒有意見 地方也贊同 另外那些十例 另外一個五例 要台秩庵 這十五例 要怎麼辦 有必須要請我們工作來做主題請社區和立長來 將對他們的什麼看法 還有一種什麼應對的辦法 這樣有 你最起碼你說你沒辦法做 就沒錢了 你也要說給國立的立長和社區立長 不然他們的認為另外那十例是 是他們一定的另外這十五例是一定的 會申請這樣的儀利 我想做教學會痛這很好 這我們肯定但是問題上就是 要怎麼讓大家都知道 到底是三款原理要先做這十例 三款原理另外那十例要怎麼後面還做不 還是要怎麼做處理 另外五例 台階換新是要怎麼做台階換新 我們經費要去哪裡 這是不是 我想有必須要 把我們的所有的立長和立民 說明清楚 這樣也比較不會做前五次 這個部分 我想是不是請我們區長 緊急來 是不是 集結一下 把立長和立長做說明 不然他們把分析做程序 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這就是請我們區公所這邊很快 我們趕快來做這個會 大家做一個說明 讓他們了解狀況 這樣 請多 這樣今天這個 市順以上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讓大家早上休息 謝謝 謝謝黃議員 那我想提醒一下 剛剛黃議員提到這個門牌整編 因為我不知道這些業務其實 我不知道有沒有找 如果沒有可以請油務人員來協助 因為他們常常在使用那個道路 他們會比較了解 未來有機會 那我們這個上午的議程就到此結束了 下午三點 我們繼續開會 那各位我們民政委員會的這些局處首長 大家辛苦 我們區長還有我們三老的這些 副政事務所的租林 大家辛苦了 上會